好 有沒有回應啊 我正正就是想說 談那個機制或者票站安排其實是很艱鉅的 中間譬如剛才說教協那類 其實曾經教協都是一個 普通的票站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考慮到最後 政治考慮了 有些學校教會都是因為政治考慮 不敢借這個 他一直都懸疑 反而是候選人之間不喜歡 不喜歡 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大家方便投票 或者大家覺得接受到 雖然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 但起碼就是走了一步 正正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都想 其實初選機制 包括候補的安排 要談到談成其實是很困難的 談了很多次會 真是很困難的 最失責是從來沒有告訴公眾聽 沒有告訴公眾聽有PNP 所有人都差不多投票那天才聽有PNP 我們不是之後 只會是之後 不是那天是之後 因為民主最重要的精神其實是幾個 一個就是要尊重 所以我說馮鐵姬不配民主 因為他沒有尊重 特別是沒有尊重自己的身份 作為民主 大哥不應該跟年輕人去爭 第二就是沒有風度 是不是有風度的其實呢 你見到那個大小這樣 你應該是氣損的了 是不是 你應該是不要做PNP的了 現在說傳回來的風聲 他死命都要 就是說這個呢 不只是O.C. food 還要叫做 攀騰式O.C. food 死命都拿著那些 在懸崖都是不肯跌內的那些 大家看粵語殘片 沒有說片看得多的那些 拿著懸崖是邊死都不肯跌的那些 是不是 那些通常是石堅式的人物 再爬上來就殺對家那些 是不是 他不小心啊 是 只是說說明 只是說明 那這樣 所以現在真的問題就是 就是那個 亂問那邊都是未解釋到 真是為何就算沒有票站都好 民主黨自己真的不應該只得幾百票給你 是啊 即是你每個中常委打十個電話都沒有理由 得幾百票 是嗎 你百幾個中常委 大哥 是嗎 即是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你自己黨內 有人不是很like你 沒有理由 就是不like乳甲 這些內部問題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是要民主黨回答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們fair來講 我們現在是不可能勸姚聰業 說自己反口不要 很難的 這個問題就是 希望馮檢給自己有些廉恥 不要做了這個最無恥政黨的B隊 這樣是不是 即自己有些廉恥自己走 很難啊 如果他這次選不到也好 因為他的曝光和他的人才 人才了得 即是一站出來你都覺得到 那就下次立法會2020 2020 是不是 因為這個很重要 其實很難啊 傑Sir因為馮檢基在最初 最後一次去選 這樣選不到就完 他說不是 是計補選 即會說就是禁事 如果是Pan B 一定會出來的 這樣 袁克文有些回應啊 剛剛說那個 就是票數啦 那個 票站呢 真的 是很大的 不是 每人叫10個都不懂 我最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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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拖50個 我們一拖50個 以前沒有地鐵 還說黃寶難搭 黃寶A出行 是啊 你那些中常委的朋友 一人拖10個 你講不通啊 乘地鐵去 有多難啊 其實我接很多問題 真的不理解 不要流難啊 沿海民國 我想實際那個 就是 沿海民國 沿海民國 多謝 實際上呢 大家就是黨友 都是 屠光手的 你見我所有 就是民宣 所有動員地區 是很出力的 當然有沒有些什麼位 可以做得更加多 更加好 這個是永遠都在做 所以問我 我承認那個 譬如帝 這個坦白說 一定是同過 黃雪印 或者知名度 或者希望大家覺得 他有沒有能力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 也都不希望 好像 就是黃雪印 我覺得這個 都不是 大救 大救 黃毓民 現在怎樣 幾槍人 那 所以呢 怎樣都好 我覺得今次 有好機會 是給我去做個檢討 好 OK 甚至我們黨內都是一個 即是檢討安排 好 2020年是有很大機會 好 我們當中有一位 民主動力的義工 就想說一說 當日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有些事情 是不是 阿威文 你叫了我兒女 你叫了我兒女 你叫我兒女 你叫我兒女 什麼事 或者是 對面那個 是有些事情 教我幾個月 開過民間公集會 那就普通 是小計雷文 是參與過 民主動力的 糖咀的票站的成功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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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咪聽不到 你叫咪聽不到 近一點 近一點 看得到 近一點 好一點 你看好一點 好一點 好一點 小計雷文 曾經是做過 赤棠 赤洁尾的票站的義工 當日都是預告 就是大量的街坊 都是要排到我兒女票站 我都是承認我兒女 przypad 已經是盡力安排 去做經紀 和給他們的建制投票 雖然我們也試過有不計價高速去應付 希望在今次的工庆會高掌大家講一下意見 就是講回我們這次初選的實體投票 有哪些的步驟需要跟進 例如是在根記的過程 或者是說投票的過程和投票資格 希望在廣告民間的計劃告我 民間團體示範舉辦生日輪的民間公求 可以是應付大家的意見可以做得更好 好 多謝Raymond 多謝你 阿發你還有市民想交給市民 這位市民都等到來 喂 我想請問 對著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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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動 我想請問 當年大舊黃竹民李卓人 和那些元老都沒得混 都不太 你們新進去也怎樣 你都明白 我們很多市民求了票 那些人求了票 為何你突然又搞個掉票呢 為何呢 又要再重新重新再次浪費幾百萬個市民 是 阿叔你這個所謂的不滿 或者叫龜塞仔很明 我們很明 有一個問題 你現在立法會幾多人進去都沒有用 是阿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特意的黑暗黨派 無論什麼黨 它權制費那些是40 你們只有30 是阿 多數從小數 是 這樣怎麼搞呢 對阿 從97年到現在 1997年到現在18年 有歸之後 20年阿 今天今天 有什麼好過呢 是 你們大家 每年每年有什麼好的 好想法 好的作作給我 是 市民給我們什麼 你每樣要歸 歸於我們 因為這個問題 是阿 問得很好 是 問得很好 現在二三作為人等輪候公公 是 多揭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 為何大陸在這條河 為何羅湖這裏羅湖 和民間道 這裏上水 為何他把八角大洞 找個地區來搞 一定兩條 他可以在羅湖深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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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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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問你這裏 可以問你這裏 以往都是這裏 我們除了有些人的事之外 我們很多人很合批 你明白新的意義 多謝你 好,多謝你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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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新界東選民 以前也是九西選民 但是九西 我在解釋為何袁凱文這麼少票 其實兩個區分都有影響的民主票 郭美孚和黃埔都是一個中產的 他們經常有上網 為何這麼低的選票 就要多得高達、李永達 如果他不是這樣出醜 那些人就不會珍惡了民主黨 我們應該要居公於他的 哈哈 接著就尹兆堅 就在一些網台 在Facebook 就在這裏 詆毀任何人 又在這裏 踩其他民主派的人 罵我多一點 那不只罵你 因為他好像在花生台 他把事情罵出來 那我又回應一下 那真的有些正面的人物 就說 我們花生台不是民主黨的 竟然有這個女人出現的 我早就在這裏 好了 其他網友就說 對呀 這個女人說得對呀 你民主黨 霸道呀 這些叫做 你們沒見過什麼黨霸呢 現在就是黨霸 就是他做得肉酸 所以票就少了 看得到的 為何姚松仍有九千多票呢 首先 因為那些人認為 他因為被DQ 他應該入回他 還有有能之事 好了 馮檢基呢 其實在這兩年 就已經是喪失了票 因為我們很多裝腳 包括長沙環 賴閣村 因為被工聯會 不停地洗樓 這些我們知道的 裝腳的情況 是小票的 初初Miu Sir說不信 我說 你看來吧 一定是小票的 給我講中吧 還好笑 未初選那天 我們已經找人 運進去坐他的車 看看有沒有掌心 如果有的話 就拍下照 若然姚松仍輸了 我們就說 有相違證 你犯規 DQ了 逢檢基 誰知道我的朋友 醒目 在車上排彈仗 姚松仍 你說我們的市民多有智慧 袁凱文呢 他年輕可壞 暫時的裝腳 還未夠高 但為何我們裝腳那麼多呢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們美股南 邱七勝入 舉出來 舉報的 舉報的 舉報 滿地開發 所以我知道了 裝腳在哪裏 但是呢 暫時姚松仍呢 他那班人呢 就好像在排斥 給我們的民間團體幫他 我打算 今晚還要去某間餐廳 約了幾棟樓的業主南岸化全 和他聊天 現在就不用聊了 嗯 我們自己吃自己吃飯更開心 哈哈 所以呢 長沙環那些呢 裝腳呢 就很重要了 袁凱文 其實就不關你事的 是那些老餅民主黨害到你這樣 是 不是直接害到你喔 新界東 民主黨是支持郭永健的 你覺得票這麼差 票據呢 是多少 呃 這個郭永健啊 都有 先看看 郭永健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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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范國威 我描描描 2千多 2千多 范國威8千零幾 為什麼遠來這麼多呢 又是多謝民主黨那幫老臣子 在這裡搞和了 那些人就恨了民主黨咯 還有啊 剛剛星期二啊 以前舊民主黨的黃誠志 蠢欲動啊 將會可能又報名的了 哇 今次呢 新東呢 可能十面埋伏十個人參選 是 沒有新東的數字啊 是 不要緊 范國威8千多 郭永健就2千零幾 啊 Tracy Tracy 我覺得你不應該放棄 因為呢 你拿著這個呢 我們要 民間推動政黨 是 爭取這個民間推動政黨 是 因為我們民間其實呢 在民間而來的 是 不要放棄 我們做民間的權利 我們一定要推動政黨 這件事呢 我一會兒留給Vilson 告訴你 其實呢 除了我們約了幾座樓的 熱狀鬧法團呢 美呼連美食飯春美 我一遇了 我打算帶著姚松燕出現的 現在 不用說了 留給Vilson 說一下那些苦衷先 那我還有一部視頻說 我想說一個 我跟姚松燕呢 就說過的 其實我不是為你 是為我們民主派的 就是姚松燕呢 是一個 都幾有政治感的 我觀察上呢 一個很有學識 很有政治感 他也刺爆了 政府很多很多的 失實的一些 就是欺騙市民的一些 政策 例如呢 政府說有一個叫什麼 叫價格調整準備金 原來呢 騙了我們香港二十年 怎麼騙了二十年呢 每年就說 撥三億五億 撥了二十年了 跟著姚教授呢 就找到這個問題 就去問地鐵 喂 喂你們其實你們 沒有這個 價格調整準備金 原來沒有 跟著再質問啊 政府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他們啊啊啊啊 很無疑 我們很多市民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這麼支持姚松燕呢 因為姚松燕呢 可以代表市民呢 去質詢政府 將政府的騙人的大罵呢 全部揭開了 所以其實 我們再說一次呢 我們並不是說支持姚松燕 而是支持姚松燕 是幫我們的民主派的人呢 向政府呢 督爆他們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再重新呢 我們是仍然支持姚松燕 是代表我們民主派呢 是去選的 是 我們還有市民想說一下 是啊 John 我呢 每次來這裡都有些提議的 是 我給共產黨也有提議 給港共政權也有提議 記不記得我提議過什麼呢 我們的西鐵呢 一地兩檢呢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在和合石嘛 記不記得啊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和合石那裏 交通呢 就不會影響到這裏的 如果在西九這裏呢 大劑了 那條家事居道呢 過海那裏呢 有幾條行斜線啊 講過啦 那天呢 十萬人次呢 就沒命了 十萬人次了 我上一次呢 又提議 政府想來想去 又有什麼二十條 又有什麼 不用那麼多啦 基本說第十八條 全國性的法律 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即是說其他那些都可以啦 除了性工作者的有關法律 就不可以在香港實施 其他任何大陸的法律 你在這裏這樣搞這些公庭會 尋釁之事 抓鬼了你們 最起碼十四日行政拘留 搞定不用說那麼多 是 民主動力呢 這一次呢 搞這個初選呢 喂我也有提議 是 很正的啦 不是說笑的啦 那呢 他們之前呢 就和這個參選者呢 就簽了一些文件啦 那裏面有一條第八條呢 就說 第二高票呢 如果第一高票呢 衰了啦 第二高票呢 就要出選啦 那現在呢 每個人都說 那就是 如果姚重嚴BQ了 那就是找老鳳出來 是啊 我想全香港那些 那些選民 每個人都哭到不懂得閉嘴 怎麼辦呢 你找老鳳出去 一定輸給郭永健 鄭永信 那就是拱手相揚 唉我們做得那麼辛苦 怎麼辦呢 我有個提議給民主動力 民主動力有沒有人在 沒有啊 有個義工 阿威文 你可以幫我轉達給鄭教授 喏 召開一個常委會 民主動力的常委會 因為呢 原來常委會的權力是最大的 其實不是的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是最大的 常委會現在他說最大 不是最大 是最大 那呢 他現在呢 就說一地兩檢 人大常委會通過了 就一言九鼎 就鼎你 那呢 民主動力就照抄咯 民主動力常委會 一言九鼎 一言通過了常委會 自己召集了民主國派 那呢就通過 原來老董是不可以代表 不可以做Pan B的 我這次真的 不是說笑的 這次是很誠心的 是提議給這個民主動力 這一個呢就叫做 民動識法 喂 他們都常常識法啦 我們做甚麼不識法啊 他整天這樣 跟我們 這樣一直砌砌到我們上心口 啊 他們跟我們講陰公 我們整天跟他們講道理 怎麼可以的 是 一言這樣 民動識法 以其人之道 是 是 不用 所以不一定要找老董出來的 是 是 同不同意啊 同意 是 一言這樣 民動識法 哈哈 多謝 哈哈 還有位市民說 老董 不用切腹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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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才服他的事,一個瑞絲,為什麼呢,又問我們從何次來, 你們從何次來,我就回答他,我從媽媽的肚子來的, 他說我從何次來的意思是你都是中國人,你要受中共管, 他說你沒有資格去批評中國那些政制,那為什麼要批評你呢, 那當然是你不對把線批評你,香港人就有些聰明,有些蠢的, 不知你們認為哪些聰明是蠢的,好笑我就是蠢, 整個傻婆,整個錢去扔,引了些東西,我當全聖經而已, 聰明那些就入了中聯辦,聰明那些就有錢鬥,真的不是假的, 那次我街坊以為是帶興我賺三萬元,我一見到我三個我三個頭, 我走不出,我懶得吃了又半隻骨落,又吃不到一輩子, 那三萬元就賣了我良心,他說我蠢,你可以喝到三萬元, 不能採取而已,是吧,是吧,厲害喔,好,謝謝你, 好,謝謝,感謝你,有位市民,好,謝謝你,謝謝師傅, 其實呢,我也不喜歡民主黨的,但是問題呢,現在大局為重 情況是,剛剛阿齋旋都說過,我們做選民,我們投票的時候, 根本不知有什麼事情 我那一票呢 如果說填三重彩 我哪一票呢 我當然是買一條重鹽 排第二那個 雖然不喜歡民主黨 我一定會填第二名 我一定會填一下民意 回頭了 在座各位 我們聽一下民意 在座這麼多位 如果有三重彩的 第二名你會填哪一個呢 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填上當事人的 如果你說其實 全香港人 或者我們全部九龍西的人 其實都不是很希望 那個老人家 再出來這麼辛勞 那袁凱文 你會不會 仗義記出來 我做便宜一點呢 袁凱文就 5點 8點就要回去做街坊 給他總結 給他總結 是 你說完專頂先總結 是 是 文浩 文浩有話說 好 文浩就是維修香港的主席 是 可惠呢 我們維修香港呢 直接是姚教授的 直接是他的莊腳 在土哥灣的紅衝方面 我們是 捱家看東西去幫他開街站的 我們估算過 服演機的貼票 就算有多豐利 都會有生壽的一天 其實我是有兩條片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播 不過可以押後播的 先給劉可民 那條片是關於我們在初選的前一晚 我們凌晨時分出動 去傾巢而出去搶佔一些直番的位置 巨型橫額的位置 無意之中就撞到 撞正了不知哪一個派別 或者什麼組織的口罩人 就是貼那些反對抹黑的宣傳品 那個宣傳品沒有寫什麼組織的 沒有寫什麼黨派的 我們下車直接拍著他來問他 他就說自己是市民 普通市民 反對抹黑哪個有沒有說的 沒有說的 都沒有說 抹黑是逢險機的 反對抹黑逢險機的 我看過的 我看過的 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黑色底的 那是逢險機的 尖鎖上有很多地方 寫明是反對抹黑逢險機的 是反對抹黑逢險機的 是逢險機的 是逢險機的 OK 我們來分享 但是我們現在面對 是一個都是很嚴重的情況 除了311補選 當然是越來越多的 我想說 除了現在眼前這個立法會補選 還有之後可能會有另外一些補選 甚至是19年的區議會 我相信是很需要民主派不同的陣營 政黨 大家都是要有一個很好的策略 協調去做 如果我們今天呢 我明白那個機制是很不理想 特別是可能覺得某些人 為什麼我們都之前不知道要怎樣投 是不是應該要有排序 是不是應該要清晰些說呢 我是很同意的 但是呢 始終那個機制 如果我們 大家要想 如果今天有任何一個人 或者我們怎樣去推翻去呢 明天呢 其他的機制都是去推翻 如果我們說一言堂 這樣就可以 就是說你一定是不可以出 一定是要推翻 其實這種做法呢 跟共產黨 習近平那些專權呢 是沒有公別 所以呢 我們很應該 是的 是要堅守個機制 在這次的經驗呢 怎樣是做得更加好 而我想是做所有的從政者 無論是資深好 年輕好 都要用那種心態 是要不斷學新的 不斷去進步 才能夠突破 你問我 我很明白呢 有很多不同市民 或者朋友 對民主黨的批評 有些可能是比較 很惡意的攻擊 有些是很真誠的意見 我是完全是收到聽到 而我經歷在黨 由09年開始 做一個基層的黨員 做社區主任 去到12年開始 做中委 之後做師傅 現在出來參選 我都經歷了很多 知道有些 我們是需要做一些大的改革 例如 怎樣是 培育更加多的人才 一波一波去做 財政怎樣是更加能夠 持續性 財政都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 很容易被人影響 所以為什麼 我全方面都是 聽到大意見 是不斷希望去改進 而我相信 不斷在民主黨 或者其他民主派 不斷去進步 不斷去改進 這個才是我們爭取民主關鍵 但我真的不希望 是因為我們 對某一些候選人 是可能對他們很大意見 就要用很多不同方法 或者咬文作字 怎樣嘗試推翻 這個是很不健康 即使 如果到最後是很不幸 真是怎樣 又計出來又輸了 我覺得 會不會反而 是更加是一種很大的契機 或者那種 那個力量 是迫使我們做一個更加徹底的改革 這樣應對 大家要想回 即其實有時候 心理學都是一種情緒 我們如果用一二年的立法會 其實加上所有民主派的議席 是二十七 那今次去到一六年 一選完之後就二十九 二十九 但是被人DQ有兩個 又DQ有四個 就剩下二十三 你這樣跌下來 當然是很生氣 很不開心 但如果你用一二年相比 那個情況 是不是真的壞到更加呢 當然出了很多 但如果大家抽離一些 或者是把時間拉長一些 我覺得仍然有很多空間去做 還有我們三十一的 那個否決權 一定是要很重要守住 除了這個 在區議會拿多些議席 或者在某些區議會拿個半 甚至在功能組別 怎樣去突破 我覺得是很重要 現在我們 其中一個我都幾不滿意 就算你問我對民主黨 或者是我們整體民主派 我們好像自動放棄了功能組別 那個戰場 現在擺明大陸 它基本上一定是不會由上而下 給你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即是一個現實 那我們是不是更加要想一下 怎樣由下而上 是多些位置去突破呢 可以是區議會 可以是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其實某些組別是很有空間的 加上這些如果是很有空間的功能組別 我們做一些突破 在地區議席 例如九龍東 很明顯是我們民主派自己的責任 明明是負責任 但是我們只有兩席 而拿不到第三席 那中間這些 怎樣能協調有公信力的機制呢 今次民主動力的機制 大家怎樣不滿意 怎樣的結果不得也好 但它真是一個 我覺得在民主運動 或者在這麼多年以來 有一個突破 就是成功是同時間 搞到一個磋商出來 那我覺得是可以基於這個經驗 怎樣做得更加好 舉個例 是否可以用一些 帶教授倡議局的商議式民主 去等大家 在那個民調上 或者是等大家看完那個候選人文壇 表現才投票 是不會有一些滯後的民調呢 因為如果你看回 過往那個 就是初選機制 45%是計過民調 都是比較滯後的嘛 就是看過往那個表現 不是看將來 會不會我們可以用這些 看將來的民調 我覺得是可以做的 但是怎樣都好 這次是走了一個很好的一步 我希望是建基於這個 大家互相那個信任遵守的協議 將來我們不斷把這個機制完善 目標就是要很有策略 在一個立法會 在一個區議會 不同政治實力上 作出的突破 才有能力跟 同產黨和香港政府周旋 講到最後政治是很現實的 就是講那個實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民主派 就是要想一下怎樣 是將我們實力最大化 那希望民主黨 你們新血的加入 就是要一些舊的 慢慢退休啦 有一個新的改變啦 那另外呢 我再公道些說一句呢 其實民主動力 其實我都已經很盡力去做的 不過只不過 真的剛剛 其實他除了是 就是之前 盧永樂 和陳方安生那次 和特首 初選那兩次之後呢 這次其實第一次 做得這麼大型的 就是要兩區喔 所以其實我們呢 就要給一點點忍耐 讓大家可以自我言說 我給點掌聲 多謝阿袁凱文先 那下次再來歌吧 多謝你了 好 那張神 對你再 再聯繫一點點 我對袁凱文呢 就是等於我最初 對歐羅軒一樣 歐羅軒呢 當時民主黨 入了中聯辦之後呢 我就開始叫他 退黨啦 退黨啦 退黨 退黨 退黨明絕保身 啊 還在民主黨那裡 哎 這個是我 大家說我們偏見也好啦 民主黨 這麼多年來 我們香港人眼睛數量的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他們說的是什麼 我們會懂得去分辨 所以你就是民主黨的鬼咯 是啊 所以我在民主黨的人眼中 我就鬼咯 甚至是被肥佬黎 說我是共產黨的臥底啊 就是我的level升到幾高啊 就是這班人你想想 肥佬黎大家都明知啦 這個民主黨的金主來的嘛 那整班民主黨 就是增寒連山 到入骨的 不過放棄他們 我從來對他們沒有期望的 不過 我都要再補充一下 剛才初選呢 我們講了很多呢 是關於九世的 初選在新東呢 其實出現了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一定要講的 大家都知道 新東最有勝算機會 最能夠跟工聯會 那個鄧家彪隊 坑而勝出的呢 明眼人都知道是范國威的了 而初選的投票結果 也都清清楚了 告訴全香港人聽 香港人是認為 范國威才是一個 能夠在這次勝算高的 一個參選人 大家都很明白的 既然公明白公清楚 你民主黨 還去支持郭永健 做什麼啊 還要走過場 哭哭哭哭哭 算了 你不需要去到這麼高調 真的要搞到好像跟建制 對撼的一場選舉 你找個郭永健去參選 你是真心想郭永健出選啊 還是你真心去戒 范國威票呢 真心想吃咖哩飯 真心想吃咖哩飯 對 真心想吃咖哩飯 對 咖哩飯 在今次的初選 在新東 在新東 那個這樣的安排 在新東 那個這樣的 撐啊郭永健啊 那個做法 是什麼東東 我烏魯賣什麼陽王 我當然要講出我自己的說法 我的說法就是 范國威 由始至終 都是香港市民 認為 他是最有勝出的參選者 你是沒理由 整個郭永健出來 去練兵 OK 練兵沒問題 沒有練兵 就當作爭打 去到最後 去到票站 說公調群聲響響 去到票站 去拉幫郭永健拉票 我當然是說 你這幫賣港集團 是不是真的很想 范國威輸 然後 送了郭永健去 跟這個鄧家彪 撐 最後輸了 輸了 新東這一席 是不是想這樣 所以 我們 好在 好在香港市民 醒目 香港市民 知道 一定要 賭票 給范國威 所以最後 范國威當選 所以我都很高興的 就說了給民主黨聽 說了那些所謂 撐 郭永健的政黨政團 為你們 搞 before 下次 麻煩你們清清楚楚 說清楚 我上一次公廷會 就答應了各位 如果范國威 姚重賢 當選 我們今天 開香檳 是嗎 是 我們異地還要搭香檳 是 老 知道大家喝不完 所以買事都不知道 好嗎 我們 先 在這裏 恭喜 范國威 姚重賢當選 同時 他在 311 補選 都能夠 打倒 這個民建聯 工聯會 那些保皇黨 好嗎 好 大家留下 我們一起喝香檳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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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歡迎大家 幫忙 繼續說 幫忙 你有朋友 是律師 或是大律師 你就去問他 究竟是英式法制下 有沒有可能 說DQ了姚重賢上一次 那樣東西 竟然可以無限DQ四年的 這件事 本身 是應該沒有法理依據的 但是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多問意見 大家明白嗎 在網上 大家傳遞 獨立法律的人 應該要回答 為什麼會這樣 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很拿命的 所以姚重賢是沒有理由 不可以出選 是不是 姚重賢從來沒有說過 自主 獨立 這些 完全沒有說過 他們現在的入委 就說 上一次你那個宣誓不真誠 不讓你做立法委員 就是整屆不讓你做 這四年都不讓你做 找笨到不得了 潘治是沒有說的 潘治是沒有說的 這些是 共產黨式禮橫節曲 是不是 就是禮橫節縮 強姦式的語言來的 所以大家是要幫忙 周圍問清楚 沒有可能有這樣想法的 沒有可能有這樣說的 OK 是不是 你一句上當 好 其實呢 民主動力的過程 就是團體 在CTU 即成天開始投票 我們看它的機制 就很偏私的 10%投票率 就是黨員 或者團體 變成我們有參加的 可以有兩票 還有呢 有個45%呢 就是電話投票 電話投票 好像上次 像韓Sir說的 他收到固網電話打來 我們是問狗犀 他說他就申動 然後咳了線 另外45%呢 就是我們剛剛114的實體投票 其實在這個過程呢 他公共有55%空間可以做假票的 哇 因為呢 贏了是另一回事 就是我們要看回 為什麼要搞這個初選 不是直接去投票呢 全體投票呢 為什麼要搞這樣 分開3個 %去這樣投票呢 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有些民主黨啊 或者有些分化黨呢 就在這個 電話投票和團體投票之間呢 空間呢 就在那裏搞些分化了 報道又說 啊這個 這個 唐連山人渣啊 和啊 鄭宇錫教授啊 有衝突啊 朱宜春 這些正式是C line搞 搞一些分化的 就是包括尹兆堅呢 他在網上呢 那些搞分化呢 哇 一看下去那些文字 全個三姑六婆 都不是立法會員所說的東西來的 我是女人 我都不是三姑六婆 其實我講回好狀 我們這次初選呢 啊姚教授和新東呢 他最初說八千人投票呢 就為了很滿足 其實他這句說話呢 就是證明他宣傳不足啦 而且 喂 你這樣聽到好像內定票那樣啊 好狀有些選民 起碼有二萬八千人來投票 因為越多票 那麼我們所 心中所出的人呢 的候選人才會出選到 其實你看回呢 就等於好像平時這樣選舉 越多人投票呢 我們泛民民主派呢 就會勝算高 好像現在我們對撼那樣 就是民主動力做出的局勢呢 就好像我們和電製派在對撼那些選票 我覺得這件事呢 我真的要說出來的 這些是搞分化的 很多市民投票都說 為什麼要這樣三趴這樣計 直接去投票就可以了 搞不得快 你做什麼呢 根本他這裡有五十五個空間呢 是做假票的 所以我們在裡面呢 就已經叫一些正義人士 一定要加票 怎麼會第二天三點才公佈呢 這個空間時間 做假票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知道 中票的機會呢 因為我很深切的 我覺得這個五十五個空間 是很大機會中票的 是 如果裡面沒有中肯的正義人士的話呢 一定是做了假的 好 等一下 我們現在就先 就是我們要慶祝呢 就是姚重賢 和范國威贏了 我們現在開香檳的餘食 跟著呢 就會派一些香檳給大家喝的 然後呢 我們會繼續說 開了香檳 好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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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1 2 2 2 1 1 1 2 2 1 2 2 2 1 2 2 1 2 2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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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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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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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項目就是做這個初選項目其實是很艱難的 我們真的不應該去主席 我一見到他們就沒有一些偏幫的地方 就是我找不到一些偏幫的地方 雖然我覺得有一件事又不是太對 馮檢基的腦炒那裏就做了一個實體票站 但實際上我跟大家說 原因是因為真的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所以迫著在那裏做的 就是那裏有些事我們要體諒民主動力 就是他們有困難的地方 如果迫哥去做可能更加差都不出奇 所以這裏就要給予剪掉 但是當然他們一定要有進步的 就是說看到有什麼問題 譬如有那個知情權的問題 譬如Pan B我們是市民不知道的 我覺得這件事要改進了 我們覺得應該要改進的 就是說在哪一方面要堵塞一些漏洞呢 有什麼地方可以令到更加公平呢 或者說是不是因為資源不夠呢 為什麼不中籌呢 他經常說錢不夠的嘛 錢不夠為什麼不中籌呢 我覺得如果他可以中籌的時候呢 他一定是可以籌到錢的 阿賈先生有一個 你又說一下吧 就是今次問阿賈希呢 我反過來想回應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有電話民調或者是黨 為什麼會有電話的調查 還有一個組織投票呢 組織投票呢 因為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例如美國呢 就是你會看到共和黨的初選呢 民主黨是不會 民主黨的選民是不會去投票的嘛 但是在香港裡面 其實我們也要慎防一件事就是 會不會我們的那個初選裡面 會有一些建制派動員 他們的支持者 又是一車一車的公公婆婆 我想說是有的 我們在黃埔知道李慧琼 就是李慧琼呢 打電話給那些地產 世界沒有李慧琼 只有賭慧琼 賭慧琼 賭慧琼 我也是聽到回來的 打電話給那些地產 就是叫他們說 你快點幫一下馮掩基 馮掩基很弱啊 其實剛才阿希所說的 建制派的確是有 我相信是有動員 去幫一些弱一點的人 因為如果一些人贏的機會會大 對不對 所以其實民主動力 一定要想辦法 去堵塞一些漏洞 可以繼續 所以本來的一句 電話訪問的電話錄音 那個文條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電話錄音 因為有電話錄音 你就全部都查到 你是否投哪一個的 不要說謊 這個很重要 有證據 就是 再說 再說 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有位 阿 Tracy 說的 那個電話調查呢 其實是充滿疑惑 電話投票呢 充滿疑惑的 打給我的顧網電話呢 就打到來 說是 關於這個電話投票 我通常都不理會 是吸線的 他說這次知道是初選 所以我都聽了他 又可以投票嘛 然後他問我 你是不是九西選民 他打我的電話是新東的嘛 我那個電話的顧網 是新東電話的顧網 你為什麼會打來 新東一個選民 去問九西 那個投票 他應該檢查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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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嫌疑了 但是實際上 他已經變成九西 那有部分是新東的 有部分是新東的 有部分是新東的 所以電話當然有些問題的 但是當然 如果大家要考慮到 你這個是公開給市民投票 而共產黨可以派人 一車車車入來 又派人一個個電話 在大陸打來 假扮香港電話 來源的話 是很危險的 所以除非你的科技篩選做得很好 不是會有事出的 如果你說真的有事出這個問題 暫時想到這個大家可以參與一下通不通 如果下一次需要出一個初選 始終需要有一個機制 要有一些真正很有分量和有公信力的民主 的元老 譬如Martin 李柱銘 或者余若薇 那些組成一個監察委員會 每一個位他都可能要監察 第一就是參選人 不可以說馮檢基 我是民協家 你就一定有資格 我要看你最近這十年的往績 如果一看這十年的往績 2016年你這樣走去新西 所以馬上禁止了不應該參選 對不對 第二就是當投完票出來 覺得也或者有人投訴 有問題有警管 其實應該可能要有一個最後機制 去推翻這件事 由頭來過 比如說這個 我們不承認了 整個選舉結果 我們要由頭來過 當然這個要講公信力 所以有些公信力的元老院去看著 是否有些公信力的 所以特別是這個 這個不止這個電話投票 這個實體投票 還有一個是甚麼 組織投票 組織投票 其實作用就是 剛才我講的類似這個元老 所以這個元老院是很重要 還有呢 馮檢基要求一車車人 這件事 其實也都應該第一時間 禁止了 不應該給 當今天 當日 傳媒問馮檢基 都問到口口口口 我用笑話就這樣講 你做甚麼要找車車的選民 你的選民在石結尾樓上 搭電梯下來的 你那個是不是龍貓巴士 打洞上去 再去打洞下來的 對不對 有甚麼理由要 好 假若他回答 他說我的選民是在這個 富昌南昌過來很遠 那我想問 我就想回答他 你的選民多數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是兩元搭巴士 為甚麼又要你整個旅遊巴 旅遊巴這個 是很可疑和很危險 因為旅遊巴 你就不知道他去哪裏 他可以在福建 他可以在浙江過來 例如 晚上再通關回去 還可以去余溫泉浸一下 我頂你的肺 是甚麼 所以 旅遊巴這件事 其實民主動力不應該關他 不應該給他 這件事是製造了 當然 吳國耳製造了一個 熱烈的選舉氣氛 見到一車車來 大家就順便搭 叫做車搭逢檢嬌 飄頭搖重現 這個是一件事 但是始終這件事 所謂irregular 是不規則 不應該 我現在作為KOL 我認為下次民主動力 或者任何初選的團體 你很慎重 不應該被旅遊巴這件事發生 因為你不知道上了車 會派蛇 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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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理由派的 有任何市民 剛才有幾位朋友都說了 如果你看到姚崇儀 或者姚崇元團隊 或者范國偉團隊 如果有市民肯幫他手 譬如說 街坊 業主立案發團那些 其實是很合理的 就要幫手 鼓勵他的團隊要比較開放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遇到有很多時出現的問題 有一些議員 那些團隊 不知道是很過分protective 過分保護自己的候選人 不夠開放 當然我知道 要防共產黨滲透 但也不要太過分 其實現在 如果有人請你上網台 或者叫你去業主立案發團跟他們估票 其實這些是應該盡量做的 是不是 因為時間不多 共產黨的伎倆很多 很危險 所以你不知道去出下一條戰招 所以一定要有這麼多票 沽這麼多票 是不是 這個才是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就是 當葉劉參選特首的時候 他是所有網台都去 城寨他又去 謎米鄉 老蕭台又去 哪裏都去 出席很多的公聽會 出席很多的選舉論壇 因為 好像這次 你說就是 今次我們跟共產黨對決的時候 現在這麼危急的關頭之下 你是哪裏都要去哪裏都要估票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那我們民間公聽會呢 會跟著就是搞這個真正的選舉論壇 選舉論壇呢 我們在初選的時候呢 都搞了兩次了 九西新東的初選論壇呢 都邀請了那些朋友過來 見面向群眾 所以接下來的新東選舉 正式的補選 和九西正式補選呢 我們都會搞這個論壇的 講到搞不搞啊 講到都搞啊 講到都要搞啊 講到都一定要搞啊 講到都一定要搞啊 雖然我不喜歡有人任操你媽都可以的 但都要給他來 給我操他 給我操他 不是他操我 所以 民間公地會不會繼續跟我們市民落地接觸 好 大家喝了我們的香檳 繼續來了 我們先講他的口紅 無望初衷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無望初衷 我要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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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望初衷 我要真普選 謝謝大家 繼續講一句 打倒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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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大家